今天我就讲一小段 这一小段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四节第五节 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本来是好心 打发使者去哈嫩那里 因为哈嫩的父亲过世了 哈嫩的父亲当年还有恩与大卫 所以结果哈嫩中国话讲恩将仇报 那我们现在想哈嫩的父亲是不是一个厚道的人呢 百分之百是 如果哈嫩的父亲不厚道 作为一族没办法跟以色列能怎么样达成一种和平 甚至还帮助大卫 但是呢很遗憾的是 很有可能的是 这个哈嫩的父亲应该也是很忙 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所以他虽然是好人 但他对他孩子怎么样 影响太少 所以今天就导致这个哈嫩呢 他听了谗言 然后呢他把大卫的臣仆 故意恶心他们 胡须怎么样 剃去一半 这个我们我们叫阴阳 阴阳阴阳头对吧 然后呢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 就是我们这个这个上面有衣服 下面有衣服 使他们露出下提 这是对人的很大的一个羞辱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在公共场合把这个人的裤子给脱下 然后就怎么样 就打发他们回去了 那你想想 这胡的一半 这个完了裤子没有 走到哪都得被人家这个耻笑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有人就报信给大卫 大卫做了一件什么事 大卫做了一件事 就是第一 他差人怎么样 迎接他们 他差人迎接他们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差人迎接他们 第二件事是什么 把他们安顿下来 他说你们这个这种情况 这个被大伙这个嘲笑也好 或者这个这个轻看也好 总归不太好 那先把你们安安置在哪啊 安置在耶利哥 等你们胡须长起来 你们怎么样 再回来 所以今天啊 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那今天恰好是父亲节 那我们也可以顺着这个 刚才我们这些兄弟 这些姐妹分享的 来来来做一个回应 所以如果我们讲大卫是一个父亲 那他应该是两伙人的父亲 第一是他嫁接孩子的父亲 另外他是他这些臣民的父亲 就好像有人这个管我叫父亲一样 那家伙我就有点受不了了 宿主比我还大的 管我叫父亲 那我很清楚 那个这句叫Godfather 这个会打字的我们就打字Godfather 所以我们虽然是基督教 但是我们也是有神父的 Godfather 所以这个安主 你孩子生下来 我就给他给他个给他个礼物 以Godfather的身份 这个那个这个雪盈也是一样 我也是给你们孩子送个礼物 是你们的孩子的Godfather 所以今天那我们去想 那大卫在这里面也像一个父亲一样 那这些他的臣民也好 他的特使也好 像他的孩子一样 他们出去办事 怎么样 办事不顺 他们出去办事 结果不但事没办成 结果把给自己整一身洗 很糟糕的 糊的给整一半去 完了阴阳头 然后呢 裤子给拔光了 这个是很糟糕的件事情 这个对于男人来说 这是极大的羞辱 这是极大的羞辱 当然 那对方是想借此羞辱大卫的 那大卫 这个作为这个精神上的受害者 这还有一群 实在在的受害者 所以大卫对待这些人 没有骂他们 你们没本事 你懂吧 你们没有能力 我觉得有一些领导 有一些父亲 就是这样的 推卸责任选手 对吧 这个 所以今天我鼓励我们所有做父亲的 我鼓励我们所有做领导 我们锻炼自己一个品格 就是我们承担责任 昨天我从这个旧金山回洛杉矶的路上 我跟威宾谈了很多 其中一个观点就是 所有的错误 首先是谁的错误 领导的错误 所有的错误 今天威宾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他错没错他错了 但是在他错之间谁错了 牧师先错了 牧师没交好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同样的今天在家里面 孩子犯错了 是不是 是 但是在孩子犯错之前 我们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 我们没有教育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刚才我特别的请两位弟兄讲 作为父亲 你们要把什么传承下去 所以你们如果传承的是自私的 你们如果传承的是贪婪的 那你们孩子做不出什么好事来 所以这个中国话讲 进朱者痴进末者黑 中国话讲这个龙生龙凤生凤 那你自己你是这样的想法 你自己又常常这样灌输 你还是这样的想法 那很有可能他就这样 所以责任在你 但是你说我不是这样的人 对你不是这样的人 就像哈嫩他爹似的 他不是这样的人 很厚道 但他太忙没先陪他孩子 所以他还是受了其他人的蛊惑 那你说哈嫩的父亲有没有责任 一样有责任 所以今天都别跟我说你忙 我也忙 但是忙不是我们的借口 忙我们就要祷告 求神怜悯我们 给我们一点活少钱多的工作嘛 忙就求神给我们一个 这个懂得取舍的智慧嘛 当然你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你如果把家丢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了 所以我们宁可少赚一点钱 我们多花一点时间陪家人 这是很不一样的 今天我见到了那个 VVN你记得那个 就是贷款公司的那个负责人嘛 那个女的 今天我见到她的老公 因为今天我们在教堂 所有的父亲在那一起 有一个这样的聚会 我也过去了 然后我就很好奇 因为她老婆算是事业比较成功的人士嘛 那我就问 哥们你是做啥的 那哥们是做啥的呢 你知道那个沙石吗 沙石怎么样从矿里面到工地的 有那个翻斗车嘛 这哥们是开翻斗车的 所以这种事也只能在美国 你知道吧 他老婆是一个类似 办政府部门的官员 他老公是一个看 开翻斗车的 跟卡车不一样 卡车至少干净 那我全是灰 拉石头拉沙子 那个那些东西原材料了 然后从那个山里面 从那个沟里面 拉出来 放到工地 或者送到什么工厂 去给它磨成粉 还哥们给我看 他卡车长啥样 他说你只要看见 这有鹰的 就是我们公司 他是打工的还是 这我就不知道 那我想表 我想表演意思说 那我就问 我说 这个 一周工作几天呢 那他就跟我讲 他说 你可以一周工作七天 但是呢 他一周就工作 大概三天 他说 他希望花更多时间 去陪他的家人 这个中国人很少能做到 想到的现在有了 以前想都没想到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作为中国 作为世界工厂 我们拼命挣钱 我们搞出大量的留守儿童 这个留守儿童 不仅仅在农村 父母进程打工了 这个留守儿童也在城里面 这个父亲 母亲有应酬 回到家 孩子已经睡着了 等早晨孩子走了 这个爹可能还没起来呢 对吧 这个是很多中国的现状 所以 父亲和母亲 对孩子的影响很少 孩子就受学校 或者老师的影响 或者周围同学影响 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现状 所以今天 那我们 我们很感恩 我们教会已经有了 这个主日学 我们儿童主日学 我们有了儿童教会 那我们小孩子 除了他之前的 学校的影响 他在家里影响 他至少礼拜天 在教会里面 还是有些影响的 所以我们继续祷告 我们希望在各个城市 我们开办空中课堂 我们希望空中课堂 我们对孩子的 这种积极的影响 可以不断的加深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讲 讲回来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有太多 不负责任的 父亲 我们有太多 不负责任的领导 我们有太多 推卸责任的父亲 我们有太多 推卸责任的领导 但是今天大卫在这里面 他听说这件事情 他没有责备这些人无能 他听说这些事情 他没有骂这些人 没把事情办好 他听说这些事情 他就安排人把这些怎么样 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可以让他们自己 可以得到一些恢复和调整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在想 其实 其实 其实慢慢的 其实慢慢的 我们 我们 我们都要经历一些 生命的蜕变 这种生命的蜕变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就是让我们可以成为 更合神心意的父亲 更合神心意的母亲 更合神心意的牧师 和领导 我自己 我在想 我自己我在想 我讲这个事情 我没有任何 对和错 我只是讲我自己 我希望你们 我希望你们 带着 这个 这个 智慧 和分辨 来听我来讲 那我们 我们 我们在 我们在 这个传统的观念上 我们对这个 非婚生子 是有很多意义的 Vivian 所以我们 我们 勇敢如Vivian的人 都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对吧 我听说他的故事是 为了这个 给孩子来一个出生日 都结婚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想 我以前 也是一个法利赛人 当教会里面 有人告诉我说 某某人怀孕了 这个 我第一反应 不是说 妈呀 这个又圣灵感孕了 太好了 你知道 第一反应 不是 我第一反应 怎么能这样呢 这个 你没结婚 你怎么就把 把这个 把孩子给怀下来了呢 Vivian 你看着我 就讲 所以 这是20年前 然后 因为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教会就分成两派 那有一派 在我来看 当时是反对派 他们觉得 哎呀 这个 这个人不容易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孩子需要生命 然后呢 我们应该尽量帮他 把这个孩子 给他留下来 那我 那我的原则呢 就是说 这个我们 我们帮是肯定要帮的 但是必须要这个 公开承认 这是一种罪 你知道吧 然后呢 这个让 让教会 其他人怎么样 引以为继 所以 看给Vivian 乐的 Vivian高兴的 不得了 是幸好没 十年前来到 王牧师教会 来王牧师教会 能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 不是 你最多 所以 那个时候 我真的 我现在想想 我现在想想 没人可以评价我 我自己评价 那个时候 我还是年轻 我还是年轻 所以今天 当我们教会 如果再有人 告诉我 我怀孕了 我还是像当年一样 我不相信会圣灵感孕 你知道吗 但是 我会 我会很认真的 去了解一下情况 看看我们能做什么事情 让这个妈妈心情 愉悦 生活上 经济上没有压力 然后 能顺利的生下一个健康的宝贝 也可能 因此 别人说我们是邪教 也可能 别人会说我们教会不正规 藏污纳垢 那我想说 这个锅 我背了 这个锅 我背了 所以今天 我自己想 如果真的 有人要审判我们的话 那 真的 只有上帝才能有资格审判我们 但是上帝已经说了 我们的罪 他已经怎么样 射了 所以今天 王牧师敢背这个锅 也是有这个 有后台的 有资本的 那第二 我也是 很多的 经历很多事情 我们发现 其实 其实 当 一个生命 能为了另外一个生命 做出 这个 重大的牺牲 做出重大的牺牲 这是 爱的一个生活 那 威北安 你想想 我们 比方说有一些人 这个 爱于面子 爱于传统 爱于周围人的压力 我们去堕胎的话 当然 这件事 天之地之 对吧 大部分人不知 所以你还可以 穿着漂亮的衣服 光鲜练利地 出现在这种面前 但是当你决定 把这个孩子 生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面对很多 舆论的指责也好 大家的误解也好 所以我们去想 在圣经里面 有一个人 这个 这个 这个人叫 叫什么呢 他嘛 对 所以你想想 对 他前面有几段婚姻 两段婚姻 两段婚姻的结果 是两个老公都死了 用中国话讲 这个 这人命多硬啊 所以今天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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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想 这样的女人 本身就背了一些标签了 然后 又怎么样 自己一个人 就把 把孕给怀上了 那 那个 那个年代 大伙一番侦查 你懂吗 你这个人 怎么能这样的 你 然后最后 查来查去 发现 这个 让他怀孕的是谁啊 是他的公公 然后 这个是 这个是水落石书以后 他公公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他比我 还义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所以为什么 在圣经 好像看起来 众男轻女的一本书里面 有一些女人的名字 会放在上面 是因为这些女人 真的做出了 常人做不到的事情 包括这个他嘛 所以从旧约 到新约 他的名字出现过 没有一次是负面的 每一次都是榜样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 我不是想 宣扬什么 我也不是想主张什么 我只想告诉 弟兄 告诉姐妹 当一个生命 为了另外一个生命的 出生 为了另外一个生命的延续 他能不计代价的 承受各种痛苦 这本身 就是爱 想一想 如果没有耶稣 替我们死 我们现在结局是什么 对不对 你把你家房子捐给我 你也是要下地狱的 你懂吗 所以今天 如果没有耶稣替我们死 没有耶稣替我们付这个代价 你把你这个 你房子捐出来 你也是要下地狱的 所以今天 我自己 我在想 安德尔 把那本经文帮我找到 说 为一人死的还有 为人人死的 恶恶可为 但是 唯有基督 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 怎么样 就替我们死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耶稣替我们死 祂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然后 在圣经里面 还有很多事情 祂也反映了 这样的一个精神 而今天 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都需要有这样的精神 所以 我自己 我想鼓励我们 基督 我想鼓励我们姐妹 刚才 你主说 最重要的事情 把孩子在到神面前 最重要的事情 让孩子认识神 但是我想补充一句 让我们 活得像神 让我们的孩子 也能活出神的 这种样式来 而这个 就是这种精神 我们不一定 去定时的架 我们不一定 去给五千个人 去分饼 但是 我们能活出 那份深沉的爱 那份 那份 单纯的信 还有 那份十足的盼望 谁都不容易 谁都不容易 昨天晚上半夜 半夜11点多 安德鲁跟我讲 他遇到很多很多困难 然后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他正在努力怎么样 克服这些困难 对吧 安德鲁 你绝对是一个 合格的母亲 不是说 你身体好 不是说 你有足够的钱 就是这种精神 就能把一个小孩 怎么样 养大 你们相信吗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 我在想 大卫做了一件小事 但这件小事 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他没有责备 他没有责备 你们没有本事 他没有责备 你们把事办砸了 他没有责备 你们怎么把事件 搞成这个样子 相反 他派人 把这些人 接过来 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让他们可以去恢复 所以今天 亲爱的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没有实地教会 但是我们这个空中的教会 是一个真实的教会 你受伤了吗 你跌倒了吗 你软弱了吗 你彷徨了吗 你无助了吗 你没有去处了吗 这里绝对可以让你安全地休息 让你安全地修复 等你一切恢复好了 这里还继续地 持续地给你资源 支持你怎么样 继续往前走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在想 我自由在想 我们讲的东西太多了 而我们做的太少了 所以这也是 我一直在强调 我一直在鼓励 我们的同工 不是那些 巴巴巴特命能讲的 到哪第一件事先说 我是王牧师的同工 明白吗 我已经奉主的名 咒诅那些人了 那些人也被我撵走了 我更希望 我们的同工就是 看到身边人有困难 伸出手去绑一把 所以这个 当这个Vanjo生命 正在经历调整的时候 暂时没有住的地方 住的时候 Vanjo打开房门 这就是什么 你哪知道呢 谁教你呢 你感受到了 对吧 所以今天我更希望 是这样 就是你做 所以我那一天 我在旧金山 我在旧金 是军山之路上级 VBI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就是全洛杉矶顺道 你要送一个人 那些是送谁呀 怎么都忘了 送好远 送我 对 那我想起来 孙灵知道 我们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叫全大连顺道 当聚会结束了 我们有人有车 有人没车 我们这有车 通通就站在那 然后 这个 把那些没有车的送回家 别人有的时候 跟我们客气客气 哎呀 我们不顺道吧 我们住得挺远的 我们就是一句话 全大连顺道 这句话已经说了 至少15年 至少说了15年 所以这句话 现在已经传到美国了 被Vivian姐妹学到了 那天她说完以后 我第一是惊讶 第二是感慨 我想惊讶是 这句话乱级更大 开钥匙还没出乱级呢 但是呢 这个感慨是说 那我们教会所传的这个真理 真的不但被人听了 不但被人信了 还被人怎么样照着去做了 所以今天我自己我想 我自己我想 我自己我想 我们我们这个 我们在这个 未来的生活当中 我们多付出 我们多担当 我们给我们的下属 我们给我们的孩子 好的榜样 不见得我们一定 这个成功 不见得我们一定 好像做得多么伟大 但是有一天 当我们老去 我们的孩子 如果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 你的父亲给你留什么影响 我相信 他们也会说出 就像今天请您讲的 就像这个 这个这个东雪讲的 就像这个雪莹讲的 能让我们流泪的 故事 所以我们今天 我想 我们分享的时间 就到这 但是剩下 我放赞美诗 给大家 来祷告 来继续在祷告中 去想一想 我们如何去感恩 我们的父亲 如何去感恩 我们生命中那些 成熟的男人女人 他们对我们的帮助 然后也想一想 我如何 做一个能对别人 有积极影响的人 成为别人心目中榜样的人 我们下一道 哈利路亚